OK 那我們拍完 OK 那我們產品 OK 那我們顯卡的特寫都拍完 那我覺得比較有難度 比較有挑戰性的就是這個 接口的部分 就是如果我要拍一個特寫 那這個接口需要 剛剛燈光就要稍微挪一下位置 就其實每一個特寫 OK 那我們拍完 OK 那我們拍完所有通 OK 那我們拍完這張顯卡的特寫 那請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了所有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產品呢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產品的特寫 那其實我沒有手持 我還是架在腳架上 但是我就是把產品放在那裡 然後來燈光移動 就是也可以讓它看起來好像改變這個產品的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這個顯卡的特寫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這張顯卡特寫 那我們剛剛是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這張顯卡特寫 那我們剛剛就是把它放在我們的燈架上面 然後就這樣靜置的 那我們去移動我們的燈光 來符合我們每一個拍攝的細節 像是我要拍這個散熱排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了整張顯卡的特寫 那我們就剛剛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了整張顯卡的特寫 那我們是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了整張顯卡的特寫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那一根燈架上面 那我們去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整張顯卡的特寫鏡頭了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 我們剛剛就把它放到那個燈架上面 那不動顯卡的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了整張顯卡的特寫鏡頭 那我們剛剛是直接把顯卡放到那個燈架上面 就不動顯卡 然後我們去動我們的相機跟我們的燈光位置 來拍攝不同的 就是用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整張顯卡的特寫鏡頭 那我們剛剛是直接把這張顯卡 放到我們那一隻大鋁角上面 燈架上面 那我們不動顯卡 那我們去動我們的相機跟燈光 來拍攝不同的位置 顯卡上面的小小細節 像是我們的風扇啊 我們就打一個膩的 然後再 反正就是去稍微微調一下我們的燈光 來符合我們每一個產品細節的質感 跟你想要呈現的東西 那比較有難度是這個 就是HDMI這個接孔IO的部分 那因為它這些洞很多 然後後面又空空了 那我想要拍到裡面有點細節 然後這個洞也要有細節 就是我們的接口很小 也要把燈這樣打進去 所以我們就是都在勾勒這個輪廓啦 然後面再打一個讓這些很酷的 就是裁切的框框也把它輪廓勾出來 分這個是比較稍微困難一點的部分 那其他都還蠻OK的啦 就風扇啊 然後這個排 風 然後就 對啊 就這樣順利結束了 拍攝產品 拍攝產品 我覺得 料理 但 bon Luca 五 五 五